桃園的SRF电厂整以延烧 近期经济部撤销了市府给予的废纸入园处分 让电厂可以继续进驻桃科引发民怨 桃圆市长张善正昨天统批 中央选前选后不同跳 市府更要祭出收回超量污染物的排放权 和环评关卡抵制厂商入园 不过面对争议 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 自己不是环境筷子手 来因立委简直气炸 因为SRF电厂可以重新回到桃科 就怕可燃垃圾做成的固体再生燃料 造成当地空污 立委直接杠上中央 至于我们桃圆人来说就是扯爆了 这个建议还不具有法令效力 那我收回这个政策表述 经济部尊重市府依法行政的权利 经济部日前撤销桃圆市府废止 SRF专案入园许可处分 桃圆市府眼里祭出收回超量污染物排放权反制 并理在园区环评关卡严格审查 要透过新的手段让业者知难而退 先前他们讲的话都是空话 显然都是选举的时候的操作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遗憾 现在我们应该依照他们真正他们厂区 有多少面积就合给他们多少排放量 那么这个排放量我们会把它超额的会收回 一定要严格把关信守承诺 那同时呢绝不能让未达标准的业者 可以顺利过关 除了将收回前市长郑文燦任内合法两家厂商 三倍和十倍的超额排放量许可 市府也将重新审查污染物排放权和空污的排放申请 会有一个家全面体检 还有一个辅导团 我们也会设定一些标准 让这个能够空污空气品质能够改善 环境部长彭启明更在脸书发文 说自己是环境把关者不是筷子手 全台16家SRF发电厂到2023年为止 桃圆占了五间 不仅居民要连署反抗 市府这回也硬起来输招 继续台北桃圆中文报导